第2097集 这是您的药拿好 谢谢光临小店 今天店庆 我给您打六折 您开还满意吗 一个常住店中 那个看起来胖胖 十分阴险的奸商 笑呵呵地对叶好轩说 哦 又店庆啊 叶好喧笑了 这一路走来 大凡他去买东西的地方 都会给他打折 而且找出来的理由是五花八门的 要么是店庆 要么是活动 要么就是今天自己闺女出嫁了 还要么就是自己 今天老爹大寿 反正各种商品都是打折 最少也得是七折 是啊是啊 叶先生 您还满意吗 这店主的眼睛几乎要密成一条缝了 他这不知道是吓得还是高兴的 他战战兢兢地问 他生怕叶好轩一个不高兴 自己就倒霉了 你认识我呀 叶好轩总算是嗅到了这家伙 这话里一丝不寻常的地方 不不不不不不认识不认识不认识 胖子一争连忙摇头否认 那既然不认识 你为什么知道我姓叶呢 叶好轩脸上的笑意更濃 但是在这店主看来叶好轩这是杀人的前兆 他不由得吓得屁股尿流 他连忙上前苦苦哀求 叶先生 我这是小本生意 我经不起你这的 你看上什么 你拿走就是了 我求你无论如何也要放我一条生路 我放你一条生路 叶好轩一脸的懵 自己什么时候这么恶名在外了 虽然说这种感觉很爽 但是这样真的好吗 他哭笑不得的说 我买东西是要给钱的 你把我当什么了 当强盗啊 告诉我这是怎么回事 叶先生 叶先生您不知道吗 这胖子有些蒙圈 本来他以为叶好轩是那种 凶神恶煞一般的人物 但是他没想到叶好轩 看起来挺和善的 他似乎不像是 宣传中的那种人呢 我当然不知道 我这一路走来 不管买什么东西都是打折 各种理由各种优惠 而且有些地方甚至不收钱 你告诉我 这是怎么回事 叶好轩就干脆坐下来 嘿 这家伙今天不说清楚 他就不走了 叶先生 您 您 您到别处去问问吧 胖子挤出了一丝笔 哭海难堪的笑意 不用 我今天就在这里等着 我这一路走来 只看到你一家店是常住的 其他的都是流动性的摊位 我觉得你知道的事情 应该比他们多 说说吧 这到底是怎么回事 这 胖子一脑门的喊 他拿着一条毛巾不停的擦汗 最终他咬咬牙 叶先生 在你来之前 世上的主人佛陀 已经把你的照片给公布了 而且要求我们卖给你的东西 须利按照成本价销售 叶先生 你不知道啊 我们这些东西 他来之不易啊 虽然说是成本价 但是弄这些天灾地宝的时候 所耗费的人力物力 我就直说了吧 他不是那点钱所能挽回的 我们的损失很严重啊 他为什么要这么做 这我们哪知道去啊 他是小道消息称 您 说您 您是一个傻人 不眨眼的 摩头 佛陀扬言 谁要是不按照他的话去做 后果自付啊 我们这些都是小本生意的 平时在市场里面 他是要缴纳三成的利润 作为管理费的 那虽然现在说是成本价 但是我们亏的很多 我们没办法呀 那谁让市场是他说了算的 我们这些人 赚点小钱也就是的 哎呀 今天我就全说了吧 胖子就一口气 把想说的话都说出来了 他这才长长的吐出了一口气 哦 原来是这样啊 哼 他把我描述成一个穷凶极恶的人 这 这 对的 胖子小心翼翼的看了叶浩轩一眼 确认叶浩轩没有生气 这才接着说下去 他 他对我们说 你是一个凶神恶煞的人 他的弟子就是死在你的手里 让我们小心点 出了事他照顾了我们 那你现在看到我了 你觉得我是一个凶神恶煞的人吗 不太像 你 你为人还是挺和善的 那他那小弟子又是什么人 你知道不 这我当然知道 他是一个无恶不做的 这这这这这怪类 这平时就在市场里面胡作非为 佛都从来不约束的 好了好了好了 该知道的我都知道了 前几案原价收 我现在就去找佛陀 我讲讲道理去 叶浩轩笑了 他便站起来 转身就走 主人 刚出门西蒙便跑了过来 他身后还跟着一大票的人 丢他的随总 也有些赖蛤蟆想吃天鹅肉的富家子弟 总之是浩浩荡荡的一大群人 当然 这些富家子弟的动机都不良 他们本身只是和爱尔兰家族 达成了某些协议 但是当西蒙出现在他们眼前的时候 他们就将这个西蒙视为天人 既漂亮又有身材 而且还掌控着偌大的爱尔兰家族 那试问这种绝品的美女 有哪个人不心动呢 可惜的是 像这些二世祖们 不仅仅只是国内有 国外也有 西蒙见过的多了 所以说这些家伙 就算是再费尽心机 西蒙也不多理会他们 在这里几天 收获怎么样呢 叶浩轩微微的一笑 这一看西蒙的身后 跟着这么多人 叶浩轩就马上明白了情况了 不过对于这种情况 也是正常 大多数的二世祖们 看到美女 她们迈不开脚 也是正常 更何况是西蒙的 如果他们搞定了西蒙 那等于说是以后 为自己的家族 开辟了无穷的财富 不围着他转 反而不正常了 收获不错 也很小的代价 得到了我想要的东西 我觉得在这个位面 以后我在阿尔兰家族的地位 应该会很稳了 那就好 你身后跟着的这群人 难道没有能让你心动的吗 她们 对我来说 她们就是一群苍蝇 就算是心动 我也只会对主人 这样的人物心动 她们 真是癞蛤蟆 想吃天鹅肉 西蒙的声音并不小 她是刻意地 让这群人听到的 那群二世祖们 无不尴尬 感情他们 在别人屁股后面 现这么长时间的殷勤 那可是在别人看来 他们就是苍蝇啊 好了 我去芒山一趟 没事的话 也跟着去吧 可能会打一场群架 主人有吩咐 当然在所不辞辣 不过 我不知道主人的目的是什么 当然是把这个地方 据为己有了 这里的天才地宝 实在是太多了 多得让我心动 只是我现在想知道 如果我回去以后 还能不能在这两个世界之间 来回地走动 理论上是不可以的 不过 凡事都是有例外的 我们到时候不妨试试 虽然说这其中 是有天道秩序掌控 但主人的存在 我觉得就是一个 bug一般的存在 天道秩序 对你来说 似乎并不管用 我是bug 叶浩轩哭笑不得 西蒙的这句话 把他抬得太高了 不过想想也是 自从他得到 医生传承以后啊 这一路走来 似乎还没有遇到 什么严重的事情 所以说 把他称之为bug 似乎也不算是 什么太过分的事情 走吧 去芒山上面看看 我对那座宫殿 也是感兴趣呢 叶浩轩 瞥了一眼山顶处的宫殿 他冷笑一声 带着一行人浩浩荡荡的 向山顶处赶去 佛陀的行宫 一般人是上不来的 即使是他的亲传弟子 想要上他这座行宫 也是要提前 就是说 预约 只有鬼祈哨 这才是个例外 但也正是因为他 太宠爱这个鬼祈哨 这才惹出来 这么一个祸端来 这几天来 佛陀一直在查 叶浩轩的身份 可是不管怎么查 叶浩轩呈现在 世人眼前的 都只是一些 无关痛痒的资料 佛陀把那些资料 给重重地甩到了地上 他觉得这些资料 简直就是在 侮辱他的智商 叶浩轩的身份不明 这些资料 显示出来的东西 佛陀连标点符号也不信 什么三年前失踪 什么陷入了传销这种人 这种人 是像能被传销忽悠的人吗 啊 脑子呢 他觉得叶浩轩说不定 就是在这三年的时间之内 有了什么奇遇了 不然的话 他不可能突然冒出来 而且还能一举击杀 玄道高手 这实力啊 除非是有奇遇 否则的话 是不可能达得到的 可是任他想破了脑袋 也想不到 叶浩轩到底有什么奇遇 他是怎么在这么年轻 就达到了这么强的实力的 为什么拥有奇遇的人是他 而不是自己呢 正在他百思不得其解的时候 他一个徒弟冲了进来 徒弟的神色有些惊慌 什么事情 本来正心烦着呢 结果看到自己徒弟 这么一副表情 佛陀的脸色就更加难看了 师父 外面来了一群人 为首的那个人 称自己是叶浩轩 那名弟子慌慌张张地说 叶浩轩 他来了 佛陀祸的一声站了起来 随即他用一副镇定的语气说 去 请他进来 尽量表现得客气一点 知道吗 我知道 那名弟子点点头 他转身走了出去 佛陀在室内有些坐立不安 他知道叶浩轩迟早有一天会找上门 但是他没有想到叶浩轩居然来得这么快 他在室内急得是团团转 两脚 他才站定了身形 他冷笑一声 你再厉害 再神秘又怎么样 这里是芒山行宫 是我的地盘 我不信 你小子还能拆了这里不成 没错 叶浩轩今天来就是要拆了这里的 他走进了门以后 看着四平八稳坐在那里的佛陀 他不由地暗笑一声 他清楚啊 佛陀这家伙知道自己这边的实力 他四平八稳的样子呢 完全就是装出来 他这是以免乱了军心呢 毕竟这家伙也是拥有一大票弟子的人 如果强敌刚来 他就慌乱了 那以后谁还会跟着他呢 叶先生来了 又是远迎啊 叶先生千万不要见怪 看到为首的人 佛陀一眼就认出来他是叶浩轩 不管怎么说吧 面子上的事情还是要做足的 他想要看看 叶浩轩来这里到底是想干什么 你就是佛陀 叶浩轩有些意外地看了一眼佛陀 他本来好奇这个控制着整个芒山市场的人 到底是一个什么人物 但是他没有想到的是 佛陀居然生得是白白净净的 他看起来跟那些小鲜肉差不多 其实到了佛陀的这个实力 普通人呢已经看不出来他的真实年龄了 谁会想到这个看起来像是小鲜肉的家伙 其实年纪已经是祖宗辈的年纪了 没错正是我 前些天我去叶先生府上 没有见到叶先生 今天有幸得见 叶先生真是英雄出少年呢 首先要声明一点 我不是英雄 你不用把我捧得太高 我来这里的目的 我想你也是知道的吧 没错 我是来找你要个说法的 简单来说 就是来找你报仇的 把你那副笑脸给我收起来 虽然说伸手不打笑脸人 但是我看你不爽 你笑也没有用 叶浩轩的一席话 佛陀就不由自主地把脸拉了下来 他的神色很难看 但是他看看叶浩轩身后跟着的这一众人 他又不好发作 老鬼跟老虎还好 一个是实力还算可以的舞者 一个是普通人 佛陀没放到眼里 但是七沙和破军以及西蒙 还有他身后的那十二名随总 却不是那么好惹的 尤其是七沙和破军两人 佛陀明显地感觉到 这两个人根本不是人 因为两人如果是人的话 他身上不可能散发出如此强大的气息来 这股气息让他感觉到害怕 烦人 身上是不可能散发出这么强大气息的 所以他认定 这两个人绝对是大有来的 那反观自己这里呢 虽然说这个芒山行宫也算是一方势力 普通人不敢惹 但那也仅仅是普通人罢了 他这里的弟子虽然多 虽然对于普通人来说很厉害 但是对于这群人 他保证 他的那些弟子他就是乌合之众 都没想到 我还是说很厉害的 和音乐 我还不说 所以 感谢观看